車神疑犯兩兄弟,弟弟是Evorsan 當日戴著鏡帽,穿黑衣,背黑背囊的他 和弟弟都是爆炸案疑犯 男人在俄羅斯車神共和國出生 26歲的大哥喜歡打拳,小學後和弟弟移民美國 事發當日CCTV影片中,都看到他和弟弟打扮很相似 當日戴著白色牙咀帽,替淺色背囊的19歲弟弟仍在逃 他信伊斯蘭教,曾經受過軍訓 不時在社交網站信仰車神獨立 有上載過敘利亞內戰短片 還說過除了阿拉,沒有其他真主 前年在麻省一間高中畢業 成績好到拿上獎學金 現在讀E4E2 在爸爸眼中是天使的他 和哥哥在星期一,都分別被拍到刑跡可宜 更有跑手在爆炸的一項,用iPhone拍了照 看到招呼很冷靜地離開 成為FBI破案的關鍵線索 而另一張照片也看到 在爆炸前弟弟招呼 曾經與被炸死的8歲男同 李查德很接近 雖然大哥死了,弟弟仍然在逃 但confirm到疑空的身份 他終於鬆開口氣 巴爾胡姆是摩洛哥運動員 案發當日和教練一起去觀戰 原來就是為年底參加的紐約馬拉松水經 誰知事後竟然被人點錯相 搞到那些朋友都替他非常緊張 為了保護家人和人自身的安全 他早前就決定去警署自首 澄清自己並不是恐怖分子 最終成功洗脫現役 而不幸在炸彈岸微細的 中國留學生雷靈子 就讀的波士頓大學 前天也宣佈會設立雷靈子掌學金紀念舉